陳志明突然跳出來 大動作接受媒體的訪問 接受訪問的角度 彷彿是星光的發言人 而不是市府的公務員 柯文哲正義 從京華城一路燒到北市科 時任秘書長陳志明 跳出來護航 說北市科一定沒問題 新秀前兩次都有領標 如果當時投標 就能一次拿下三塊地 但新秀並沒有 所以沒圖力 這說法被議員打臉 那你不是在講廢話嗎 星光不就是前面兩次的 招標條件不夠好 第一個土地限制沒有放寬 第二個這個權力金太高 第三個這個三塊一起標 他太大吃不下 所以後來市府不是 通通放寬了以後 他就來標了 而且他就得標了 你要講說土地的概念的話 那你就要為他量身定做 星光要的我基本上 大部分都沒採納 我叫土地 我是不是應該接受他的意見 陳志明強調新秀開的條件 當時沒全採納 但北市議員林延峰在質疑 前立委吳新穎跟柯市府的關係 當時吳新穎擔任副總 新秀在北市科專案手組上 連兩次強調他沒有參與不動產業務 卻被發現新秀當年提的 南港轉運站BOT案 上面的投資計畫書組織架構圖 不動產投資業務部門明明在副總之下 而且吳新穎進到民眾黨不分區名單 也沒辭副總職位 議員質疑沒有利益迴避 不要去想說 你看吳新穎都沒有就沒事 你要去想吳東進啊 如果他的大水庫裡面 剛好跟北市科相關的 時程脈絡又能對上 慘了 公務員體系上 行政程序上 柯文哲沒有防火牆 直接就是柯文哲市長室的會議室 所以這對柯文哲非常危險 不只人物關係環環相扣 柯文哲在北市科案走色吃重 兩次親自開會難甩鍋 另外在臉書平平般法調談 金華城案的前副市長黃珊珊 恐怕也和北市科案脫不了關係 坦發局是誰督導的 是黃珊督導的 對啊 他不能百分之百的逃掉 過去柯文哲猛批財團刀叉吃人肉 只怕隨著剪掉深入 讓他主打的清廉形象一夕破功 日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我們回到台上